8月21号晚上 郑爽在快手平台的直播带货首秀 翻车了 原本表现正常的郑爽呢 在直播进行到两个多小时的时候 突然情绪失控了 频频表示 业绩和我有什么关系 不再愿意配合继续卖力的带货 这是我的直播间 我有我自己的直播风格 最后呢 见路疲态的郑爽撂下这句话 结束了四个小时的直播 直播翻车的例子呢 并不显见 尤其是公众人物 其暴露出的一言一行 往往会在第一时间被放置到 舆论争议的焦点 郑爽此次情绪化的举动 所引发的争议也不断发酵 路人呢 指责他没有基本契约精神 过分任性了 粉丝却为idol的直爽 打抱不平 郑爽则自己在社交平台 解释了这一行为 我就是看不顺眼直说的人 与其争论郑爽直播的翻车 是直言不讳的真性情 还是情商堪忧的不敬业 更令人好奇的是 迅速成长起来的直播带货 与各路明星名人之间 是否真的存在不可兼容的隔阂呢 带货几乎算得上 2020年的现象级词汇了 自带流量粉丝的明星艺人们 加入了直播带货行列 更是在今年彻底的火热起来 无论是从商业逻辑 还是从名人笑意 一个不难理解的直觉就是 明星带货 事半功倍 记住 是直觉 直觉极想当然 是极有可能出错的 随着李湘 汪涵 朱丹等主持人 相继开启了 直播带货的大业 人们开始意识到了 明星中的主持人 似乎是最具优势的 直播带货的入局者 他们凭借其在行业内 训练有素的口才 应变能力等等 游刃于镜头面前 并逐渐地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等到浪潮愈发汹涌 演员和歌手也纷纷下海 一度成为直播的主力军 究其原因 一方面呢 受疫情的影响 影视行业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寒冬 明星艺人的工作 大多陷入停滞 没法拍戏 开演唱会了 收入来源 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这时候呢 被隔离经济带起来的 直播带货 正好给他们带来了一线转机 带来了一份收入 于是呢 短期内明星们纷纷改行了 另一方面 在明星网红化的大趋势前 借用平台和明星的双倍流量 可以增加自己的曝光率 比如继陈鹤之后呢 张新毅 张婷 袁珊珊 关小彤等等演员 密集地献上自己的带货首秀 甚至还有长路歌喉而不长路面的 薛之谦和汪峰 在巨大利益的诱使之下 直播平台对于明星的吸引力持续加码 一部分明星甚至试图建立起 自己独特的带货竞争力 就像袁珊珊的 原价杀手 珊珊来迟 奢士曼的 想发奢法 寻遍好物 这些明星们都通过谐音梗的方式 试图为自己挂上 全网最低价 全网最至优的 独家标签 明星直播这事 演变为如此 常态化 从平台的策略 也可以窥探一二 在疫情的影响下的 2020年 试图争夺电商蛋糕的抖音 把目光瞄准了明星矩阵 从4月份开始 抖音就陆续邀请了 包括陈赫 关小彤 王祖兰 薛之谦 汪峰在内的 共计14位明星 上阵带货 然而 随着大量的明星的加入 直播带货的效果 却出乎意料 明星本人的热度 和商业交易额 并不成正比 坐拥 3000多万粉丝的 关小彤 在抖音直播中的 交易额只有340万 而仅有200万 粉丝的奢侈曼 仅能带货 860万 甚至 由Vmedia等机构 在6月发布的 直播电商主播 GMV月榜 就直接质疑了 明星直播带货的水分 月榜显示 头部带货主播中 属于明星的席位 已经大幅的缩水 除去快手 抖音上极少部分的明星 榜单中的 中前部 已经基本成为 专业主播的天下了 看来 在如火如荼的 直播带货大师中 艺人的戏剧人格 和专业主播的 商人人格 真的存在 难以跨越的鸿沟 带货的本质 是商人行为 而明星的本质 是艺人 其实早在郑爽之前 反对艺人强行 进直播间 做带货的人的声音 就已经甚嚣尘上了 一些商家 甚至断言 现在请明星直播 就是被诈骗 可以说 在李佳琪 威亚之前 无论是在艺人自己 还是大众的眼里 明星 进入直播间里 带货 似乎横看 竖看 都有点low 而这 不仅仅是在 哪里带货 这么简单 早在1990年 中国演员 李默然 接拍了 《三九卫泰》的广告 成为全国第一个 利用商业获利的 明星演员 广告刚播出的时候 李默然 瞬间受到了 无数谴责 甚至有人给他写信 您一直是我心中偶像 没想到 您也把自己 当成商品 在工业炮制偶像 影视作品 种类繁多 同时也是 鱼龙混杂的今天 明星一词的成分 似乎不那么纯粹了 一方面呢 人们逐渐接受 将明星的 艺能属性 和商业属性 彻底区分开 艺术不在仅有 高高在上的 阳春白雪 明星也不会为 接广告走入直播间 而感到羞愧 另一方面呢 明星前面 可以加各种的后缀 自然也不局限于 演员 歌手一职了 前段时间 有人调侃说 李佳琪 越来越像艺人了 但这并非 对头部主播 专业性的否定 而是当 带货技巧 和个人IP 走向融合 越来越聚集 名人效应的主播 就难免呈现一定的 明星倾向 可以反过来 是否意味着 把艺人放到直播间里 就可以巧妙 弥合直播售卖技能的 不足呢 如果说 李佳琪 薇娅 就是直播带货的 开国皇帝 那么各路明星艺人 就只是这一 王国的天生贵族 不得不承认 明星有先天优势 当他们开始加入 直播带货团队的时候 就已经出具规模的 粉丝流量 在一开始 当然为商家做出了 相当的贡献了 然而 近期频频出现的 明星带货翻车的现象 也的确说明了 IP 基于直播间 完全不同于 大牌偶像 基于一部影视剧 哪怕观众对 文艺消费的内容需求 要求降低了 实打实的商品购物 却难以依靠情怀买单 但凡缺乏 过硬的内容支撑 老戏股 也难免翻车 只能在舞台和荧幕上 看到的脸 出现在直播间里 类似真人秀的 吸粉效应 首次带动的 井喷式流量和收益 那是不言而喻的 但繁华退去之后 也已出现了 逐渐滑向 冰火两重天的趋势了 这大半年来 明星带货的实践 证实了一个 普遍的现象 明星直播 大部分属于 首秀及巅峰 CBN Data 星术统计 继罗永浩之后 陆续来到抖音直播带货的 14位明星之中 8位明星进行过 一次直播带货 而进行过 5次以上直播带货的明星 仅王祖兰一人 当新鲜感一过 一些理性的声音 也开始指出了 明星业务能力不足 不够接地气 不具有对消费者负责的理念 再重磅的知名度 也换不来另一领域 同等级别的话语权 当然也有例外了 比如刘涛连续四场直播的销售额 均过亿 第四场直播下单2.2亿 而且每一场的平均星客 占比达90% 走出直播间 老戏谷刘涛不仅是一个演员 还是一个妻子 一位母亲 一个热爱 并懂得享受生活的普通女人 她的带货 并非是对着镜头 干巴巴的念台词 而是干脆把直播间 搬进客厅和厨房 通过亲手操作商品的使用方法 营造了一种丰富的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打造了一种生动的叙事形式 树叶有专攻 任何一个新行业的出现 并成为社会现象及热潮 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 其背后亦存在 自有的深层运行的逻辑 明星也只是一个职业 既然短暂选择了另一个身份 就应该对另一职业的素养需求 有所稀息和适应 适度地放下偶像包袱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郑爽将带货直播间 变成个人秀直播间 并不是在人人眼里都属于真性情 当一个公众人物在不同场所 都是以同一副面貌呈现的 显示出不肯与环境 做出丝毫妥协的脾性 就难免招致理性的大多数之诟病 而电商与明星合作 双方的这个关系 更像一场临时联姻 这背后拒绝了多方集体努力的结果 从选品到定价 从剧本到售后 每一环节都需要成熟理性的配合 而不仅仅是利用明星的名字或身份 拉一场虚幻的泡沫仪式 但是直播的一个镜头背后 也堆积着数十名员工的心血 包括主咖选定 对接平台 剧本制作 化妆彩排等一系列的程序 所以合作素养和契约精神 至少应该成为 每个参与者的最基本的原则 有人称2020年为明星带获元年 实际上不可否认的是 这一年成为了许许多多概念和现象的元年 在社会各角落 各行各业都在努力适应着 时代大环境的节奏演变和要求 当明星走进直播间里 演员职业就被削弱了 主播身份就被强化了 你要享受平台效应带来的利润和流量 自然也应该承受商业行为附加的质量把关 以及随之可能带来的名誉风险 这是传统广告买卖的基本逻辑 到这儿呢 艺能属性和商业属性是否能彻底分开 已经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 当然 一位艺人是真性情还是真崩溃也并非重点 更没有过度解读和评价的必要了 你不背叭身为麓 我感养力大含 大家想分享一些